现在已经进入了圣诞节的倒计时 一般人家都在装饰圣诞树 准备相互赠送的礼品 迈阿密的巴塞尔艺术展 当然更是展销 也凑热闹在12月8号开幕了 一走进巴塞尔展厅 就遇上了一个开花囊的老朋友 他指着同行的几个人说 我带南美的长江们来采购圣诞礼品了 是的 艺术品才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世界各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相继开办的巴塞尔艺术展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大的超级奢侈礼品店 作品的价格或者是商品的价格 一般而言是几万到几十万 巴塞尔艺术展的原产地是瑞士 由巴塞尔画廊老板 在1970年跟合伙人创办了巴塞尔艺术展 首届展览一炮大响 来自世界各地的16000多名观众 90多家画廊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几十年来 巴塞尔艺术大展打破了已有的大型艺术展览会的模式 由于瑞银集团等金融机构的参与 陆续在经济发达的后期之秀地区 开放了巴塞尔艺术展 迈阿密海滩是2002年第一次办展 香港在2008年也启动了巴塞尔展 去年的巴塞尔新秀是巴黎的巴塞尔 从瑞士的老字号巴塞尔到巴黎的最新一家门店 巴塞尔几十年来已经成为遍布全球富裕人士以及当代艺术品热爱者的最受推崇的艺术交易平台 今年成交的作品中价位在七位数的有不少 而菲利普·戈斯顿1979年画的《夜晚的画家》的成交价格 竟然高达2000万美元 能够进入巴塞尔艺术大展的艺术家 必须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并且是能够持续发展的艺术家 今年也一如既往主推的是飞翼艺术 由瑞银专门推出了黑色艺术 黑色艺术Art Noir是衍生于法国电影风格 也就是黑色电影这个名字 指的是善恶难辨的悬疑或者侦探暴力电影类型 瑞银专门为这个展区安排了专场对话 展览着力推出的作品是 安托尼·阿金伯拉所作的《幻想世界》 阿金伯拉用大型商场的 经常出现的抓娃娃机器和展规提供的硬币 让观众来体验抓不到的失望 通过作品 阿金伯拉表现了他的童年的幻想和幻想破灭的记忆 他在对话活动中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硬币 是买糖吃还是赌一把抓娃娃 万一赢了呢 今年主推的第二类艺术家是南美伊艺术家 第三类就是各路非欧美主流 非强国非大国的艺术家 虽然种族背景不同 但艺术精神要符合欧美审美主流 同时又要表现各个族裔的人生体验 比如多美尼加艺术家费尔雷·李埃兹的《吴提》受到热捧 最终以45万美元成交 富裕人士在购买艺术品时 所关注的一方面是艺术家表现出的 自己的独特眼光所看到的社会现象 这可不是自愿型的自我表现 其次制作手段和材料一定不能随便 第三就是独创性 富豪们到巴塞尔买艺术作品 所关注的就是这三点 首先作品内涵要打动它 接着作品的制作手段 让它耳目一新 第三 这个时候它才开始考虑 未来是否有升职的空间 是否可持续发展 这是其他大型艺术展会 无法和巴塞尔相比的一点 他们买回去的作品的结局 不但可以给圣诞节增添很多美感 此外还有两个 升职之后回到市场流通 或者捐赠给美术馆永久收藏 比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也就是MOMA 在MOMA你看展品的展千的最后一项 就是某个家族或者家族基金捐赠 这是某个家族基金的最后一项 是某个家族基金的最后一项 是某个家族基金的最后一项基金